全球的佛光人大家好 今天的汪蔡根坛要跟各位说的是 成功不必在我 只要抚养无愧 失败无需介意 只要努力不懈 人生的不外就是两个嘛 你去做事 你在发展你的事业 你就是希望成功 成功的时候呢 大家都说要功啊 这是我的辛苦 我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啊 所以通常会比较在意 成功的时候有没有嘉奖我 有没有让我得到应有努力 大师弟就要说成功定不必在我 因为这是动员合合 我只要抚养无愧 所以养不愧于天 抚不作于人 这是儒家讲的 我养手对天地无愧 我低头呢 我人对众人 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的一种胸襟 那么至少我们是叫正派 正派做人 所以有一句话说 我不求功 但求过 有功劳不一定要赏给我 所以说叫功成身退 新大师就说要这个功德 要归于佛国 成就归于众生啊 像这对佛光弟子的一个训练 就说成功不一定要来 要来就加 把这个荣耀加到身上 其实一件事情成办啊 刚才我们的独木南城大厦 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意义 你一靠你一个人就行 你那么简单的 下面呢说 失败呢 也不需要太介意 失败呢 只要再继续努力 奴不屑 所以有的人说 是屡战屡败 没关系 还要屡败屡战 奋斗不移 因为你可以把你失败的经验 累起来 累积你的经验 然后那可以做反败为胜嘛 做反败为胜的一个助缘 力求突破 看看这些伟大的革命 国务孙中山先生 叫鸡 革命也要十次啊 十次的革命 才能一举成功啊 所以最担心的是有的人 不堪 不堪这个失败 他一次的挫折 那就意志垮了 这个建政 他经过六七次的失败 要么就碰到飓 要么就碰到被人举发 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要把佛法传到日本 所以就像这个艺术家 他们在弄那个 那个拉那个陶坯 就是做陶器瓷器的艺术家 他们在拉坯的时候呢 也不可能一次成功啊 所以精美的艺术品 伟大的这个画像图画呢 他也不是一次成功的 所以叫十年媳妇熬成婆呀 所以怎么样累积 失败的经验 作为你下次 是成功的一个垫脚石 那你这样的失败 才是有意义呀 但是呢 成功的时候呢 也不必太沾沾自喜 你一直很在意 别人没有给我 那那个成功 反而造成你的负担 这意思就是说 处成功 面对成功失败 都不必太在意 这就是一种 自在的一种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等秘书 主管所需 辽若执掌 二等秘书 主管交代 及时配合 三等秘书 随时提醒 由常误事 烈乖秘书 心不在意 有错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